好的兄弟妹 我们感谢神 我们再次在祂的面前 我们有聚集 我们开始以前 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 你是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 主啊 你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那一位 你是把那永恒的生命带给我们的 主啊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 我们今天在这清晨的日光当中 我们再次思想你的爱 再次思想你的话语 再次思想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做的功 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要行的旨意 主啊就求你把你恩典的话语再次赐下来 主啊 愿你的话鼓舞每一位 听的讲的都得益处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弟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机会再次在祂的面前聚集 我想我们每一次在祂面前的聚集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在信息的开始 我们还是先读一段圣经 我们读耶利米埃哥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二十一节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 静默等候他的救恩 这原是好的 人在幼年复恶 这原是好的 我想这几段经文 非常的鼓励我们 我想我们再读一遍 二十一节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 静默等候他的救恩 这原是好的 人在幼年复恶 这原是好的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 每一句的话语 是这么的鼓舞 安慰我们的心 我们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 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的忧伤 一点点的失望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作者当时是处在一个 非常的绝望的一个环境中 但是神把这个安慰的话语 和信心 嫁给了耶利明 也安慰在那个时候 已经国破家亡的人民 所以告诉他们 我们不致灭亡 我们知道耶利明 埃歌的作者耶利明 是在犹大国最黑暗的时期 在做先知的 他是在犹大国要灭国之前的 最后的一个大的先知 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 或者说流泪的先知 圣经里面 讲到眼泪汪汪的 有三个人 约伯讲到眼泪汪汪 以赛亚也讲到眼泪汪汪 耶利明三次讲到眼泪汪汪 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知道 为什么耶利明被称为 哭泣的先知 或者流泪的先知 耶利明这个名字 因为英文中间引伸出去 有一个另外一个含义 如果我们叫一个人耶利明 那么我们就是说 这个人是一个对现状 非常悲观的人 在他的生活中 每遇到一个事情 他总是往一个负面的方向 来去思想 在他对未来的 他的预测当中 永远是悲观 所以我们就像耶利明 在预言中间 耶利明书里面所讲的 他很多的预言 报告的 都是那个坏消息 好像都是一个 让人非常沮丧的消息 比如说耶利明预言 犹大帝 这帝会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这国民要服侍 巴比伦王七十年 但耶利明也同时预言 犹大帝 在这个七十年之后 神为巴比伦 所预定的七十年 满了之后 神要眷顾 再次他的选民 把他们从那个被掳之地 能够带回到此地的 他们的应许之地的 所以在耶利明书中讲 耶利明在旧约的预言中 也讲了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 最振奋人心的一个预言 他讲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写约 不像我和他们先祖 牵着他们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 所立的约 在那个时候 我所立的约 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耶和华说 那个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远是这样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的里面 我要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 不再自己去教导 灵舍或者兄弟 说你们应当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中间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他都必认识耶和华 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耶利米书中间 记载了很多他的语言 在这些很多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 去和弟兄姊妹们 一一地分享 我们只能有一点一滴的分享 在弟兄姊妹的 今天的时间里面 跟弟兄姊妹的分享 在这个点滴的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什么 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 如果总结起来 就是我们从耶利米的服饰中间的 一点点的学习 首先我们还是威胁一下 耶利米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的时代背景 耶利米的一生经历了 犹大国的最后的七个网 他出生是在出生于 恶王马拿基的那个年代 所以马拿基做王55年 他因为败偶像 他在里面行邪淫 作恶多端 所以他在对犹大国 他的国民 整个国家的命运 起到了一个非常坏的影响 那么耶利米是在 马拿基的孙子 约西亚当政的时候 他蒙昭作先知的 约西亚是犹大国的 最后的一个好王 之后耶利米又经历了 四个犹大的王 直到犹大王国 在约西亚十八年 大祭司在修器圣殿的时候 发现了被人们遗忘了 五十多年的律法书 当这些先知们 把这个律法书 讲给约西亚王的时候 约西亚王就立志进行改革 他们要按照律法书 按照神所吩咐他们所做的 要百姓行在其中 但可惜因为 所有的拜偶像的恶习 已经根深蒂固 所有的这些改革 没有深入到 这些人民的生活的当中 而且这些百姓 没有真正的悔改 他们反而去 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感觉 他们的迷信 他们就是迷信圣殿和圣城 他们认为 那个是他们民族 最大的安全的一个保障 他们认为只要圣殿在 圣城在 那么他们就是安全的 所以他们整个的国家 陷入到一个 一张虚伪的 虚假的安全的里面 所以从外交外部的环境来看 当耶利米先知蒙昭的时候 犹太人还沉浮于当时 已经逐渐势力衰弱的 亚述帝国 在主前的612年 亚述的首都尼尼威 被巴比伦和马代攻陷 埃及的法老尼戈率军 北上攻击亚述 犹大王约西亚出兵 主兰不幸阵亡 所以当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 他这个儿子仅仅坐王三个月 就被法老尼戈带回到埃及 尼戈的法老王 又立另外一个 就是约哈斯的兄弟 约亚迅为王 从此 犹大国变成了埃及的一个附庸 在主前605年 埃及与巴比伦有一场大战 埃及惨败于巴比伦 巴比伦的势力 又进入了巴勒斯坦的地区 在那个时候 发生了犹大国的 第一次的一个掳掠 巴比伦就掳去了犹大国的皇亲贵州 以及其他们的精英 包括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但伊里和他的朋友们 所以在那个时候 巴比伦王因为 他在后来再次征讨埃及的时候 决定要打败埃及的时候 因为埃及的士兵为了保守住他们的疆土 奋力而战 巴比伦王没有成功 在那个时候 约亚敬没有听耶利米的警告 他以为他有机会脱离巴比伦王 他就背叛了巴比伦王 但是巴比伦王在这次失败之后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从整他的军队 联合其他的一些联军 他们对约亚敬进行一个 剿灭他背叛的这个行动 又再次地打到了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约亚敬已经去世 已经死了 而是他的儿子约亚敬 接替他作王位 他的儿子约亚敬只作了王三个月 就被巴比伦王掳走 所以巴比伦王又立西底加为犹大王 西底加王是犹大王 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 他生性非常的懦弱 之前之后他又去到埃及去起源 又投靠埃及 所以这是彻底的导致了 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 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把西底加王 掳到了巴比伦王的面前 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受审 巴比伦王他就把所有的西底加的儿子 就杀在他的眼前 把西底加他的双眼挖去 犹大国彻底的盲国 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混乱 因人沮丧的时期 他来做先举 在耶利米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记录了耶利米 他服侍着神的心度历程 他的内心的挣扎 以及他与神的关系 在耶利米书一章的《九道世界》里讲 他说 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一讲当说的话传给你 看哪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 毁坏轻覆 又要建立栽子 耶利米的名字 在西北来的原文中间 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拆毁 一个是建造 可以指拆毁 也可以指建造 所以这是耶利米 实际上他蒙昭所做服侍的 所要做的两件事 那就是他要宣扬的信息 就是主神有完全的权柄 他会建造和拆毁 所以就是耶利米四十多年的传道 他所要传扬的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要拆毁 拔出 毁坏 清负那些 背逆他的人和国 又要建立 栽植 顺服他的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 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信息里面 永远带着一个悲观 同时又有盼望 他里面有审判 同时又有复兴的一个 憧憬的矛盾的期盼 所以耶利米一直 对他的百姓 觉得他们是违背 神的命令 他们对这个百姓 是完全的绝望的 但是耶利米 在这样的绝望的环境中 他表现出 对神的信心 他相信神的管教 是有意志的能力 因为他通过耶利米 所有传达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耶利米的信息里 透视了在所有的苦难背后 原来还有神的恩典 在所有审判的后面 原来神又预备了一个救赎 所以在国破家王的痛苦当中 他必须作为一个先知 他必须要解释给百姓 为什么神离弃了他的百姓 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审判和刑法 所以他们同时 耶利米告诉这个百姓们 即使犹大国已经灭亡了 但是我们不致消灭 因为这里面讲 我们是出于耶和华入班的慈爱 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而且他又宣告说 我们神必定坚定和以色列大为 他所立之约的应许 所以他强调在所有的神的管教当中 在所有的苦难当中 对他的人民来讲 告诉他的人民 这不是一个结束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在神的手中仍然是有盼望的 神是要拆毁 但是拆毁的另一方面 就是重新的建造 神是要打伤 做一个刑罚 一个宣判 但是神打伤了以后 必然还要做医治 神虽然允许他们 被巴比伦 掳到巴比伦去 但是经过了七十年以后 他们神预备一个时间 让他们重新归回他们的故土 所以到那个时候 以色列真正明白了 神的心意之后 他会真正地拗护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 十七到十九节 里说 耶和华说 你末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我听见 我听见李法莲为自己悲叹说 你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复恶的牛途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像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我回转以后 我就真正地懊悔 受教以后 我就拍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 就爆亏蒙羞 所以我们所有的背景 所有的这些 简单地介绍的心路历程 我们看到 耶利米在这个困难的当中 说出了何等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在那个绝望的环境中 他仍然心里面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所以我要仰望他 反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所以耶利米懂得 在最深的失望的当中 在最黑暗的时候 他知道仰望神 他知道神是他的盼望 他知道在这个极大的痛苦当中 他如何找到出路 所以我们想 我们思想耶利米的服事 我们就可以思想到 同时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我们有一个心智 其实我们在各样难处的里面 我们在各样的一个软弱的里面 我们不退缩 所以我们求主 再次地加添我们的力量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把我们的本相赤路敞开 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抓住我们的主 来求他赐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想当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相信耶利米如何当年 在神的面前得安慰 得鼓励 神也同样安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耶利米书有52章之场 在中间记录了很多耶利米的服事 也很多的故事 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就是我选两件事情 是神要给耶利米显明他自己心意的 那么第一件事 我与弟兄姊妹们分享的 就是摇降和泥土的比喻 在耶利米书18章和19章 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那就是摇降和泥土的比喻 神让耶利米下到摇降的家里 他看到摇降正遇到用转轮来做器皿 他这个摇降就用泥土来做器皿 在他手里面做坏了 这个摇降用这块泥又重新做别的器皿 摇降看怎么好 他就怎么做 好像就是我们罗马书中所写的 罗马书说 经上有话像法老说 我将兴起你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摇降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面取出一块 做成一个高贵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这是我们常常知道的摇降和泥土的故事 但是在这里面 神要向耶利米显明的 不是这个故事 神要告诉耶利米的是 以色列家就是神手中的泥 神要把以色列做成那个高贵的器皿 但是这个泥不听话 这个泥不听摇降的话 所以摇降他不想成为一个高贵的器皿 所以说他说 因为以色列一直是顽梗的心 他说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 所以这个摇降说我就把你重新放到转轮上面去 我把你做成一个一个卑贱的器皿 神即使到了这个地步 他仍然告诉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说 即使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若回转我就后悔 你若回转我就愿意再次把你做成一个高贵的器皿 神说只要你灰心转意 那么我就改变我的心意 如果你改变心意 我就改变心意 我就不把那个审判摘货降给你 这个是在耶利米书摇降和泥土的比喻的用意 何等神的爱就深深地体现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那么当然泥土的心没有改变 在耶利米书中接着讲 当泥土放在窑中变成了瓦器以后 这个摇降手中的泥变成了一个瓦器的时候 就不再有回转的余力 所以神叫耶利米去摇降的店里面去买那个瓦器 之后就带着百姓中的长老祭司他们来到心嫩之谷 在那个地方他把瓦器摔碎 摔碎以后他做了一个审判的宣告 讲日子将到 这个心嫩之谷要被称为杀戮谷 心嫩之谷 原意是指他们为了拜偶像献祭的地方 当审判临到的时候 以色列家就如同瓦器被摔碎 在以色列家要受审了 以色列家所受的审判 这个宣告就是 神要用刀剑 饥荒 瘟疫 追赶他们 让他们在天下万国中间抛来抛去 在神所赶到他们的 赶他们到的各国当中 他们所受的咒诅 惊骇 失笑 羞辱 这是以色列民顽梗的心 受到审判的一个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比喻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 从亚当夏娃被造的开始 这就是神的方式 神绝对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 但是神给人选择的权利 亚当的选择 让世人都陷在了最终 以色列家的选择 就是他们在列国中 成为被抛来抛去的那一位 那同样的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如何的选择呢 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的身上 我们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关键是我们是如何的选择 我们是否愿意顺服 来愿意跟从神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 要成就的这个旨意呢 还是我们自己说我要偏行几路 我就要按我的方式 我要做我的事情 所以我们相信神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故事要告诉我们的 是让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 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成为那个高贵的器皿 他能够承载彰显神的荣耀 但如果我们知道 有这个神这个美好的心意 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玩梗的 我们还是凭己意而行的 我们弟兄姊妹们要记得 就像耶利里面讲 有一天他在新的日谷 把那个瓦器摔碎了 我们同样的 在有一天我们也要来到一个审判的面前 我们要承担今天我们选择的后果 所以这个是摇将和泥土的比喻 下面一件事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 就是神对先知生活的一个要求 在耶利米书十六章二节讲 神告诉耶利米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 换句话说 神让耶利米住身 让他不可起去生儿养女 在那个年代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我想很多的神的心意 就是让很多的犹大人 以色列人 他们去问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神就是让这些百姓 在他最先知的身上的要求 看到他自己的心意 那就是神要把审判临到南国犹大 那个时候 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封灭 所以巴比伦已经兴起 神就警告说 你们继续这样玩梗的 甚至比你们列祖还甚的话 那么我就借着巴比伦来刑罚犹大 他将你们还活着的日子 在你们眼前 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在这地方窒息了 所以神借着巴比伦 灭了犹大国 毁了圣殿 圣城 逐走了犹大国的人民 我想世上 没有一个父母 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 经历这样的苦难 同样的在我们西约里 《路加福音》里面讲 当我们主耶稣 对那些为着他上十字架 而痛哭的父女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 不生育的和未成怀胎的 未成如养婴孩的有福了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 非常的清楚 主耶稣的预言 是指主后七十年左右的时候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提多元帅 趁着犹太人 在逾越节回到圣城 耶路撒冷的时候 围住了 围攻了耶路撒冷城 而那个时候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城中 城中的粮食是不够的 据实历史资料讲 当时大约有三百万人在城中 所以城中造成了 极大的一个饥荒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史料记载发生了不少的人伦惨剧 神通过先知耶利米的读身 来警告 说神要给犹大国的审判 但同时神也让先知 从他一样 知道完全明白 他自己的一个心情 一个感受 所以当神要以西节 明白当圣殿被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 他就告诉以西节说 我要将你眼目中所喜爱的忽然取去 你却不可悲哀哭泣 不可流泪 只可叹息 不可出声 不可办理丧事 头上仍然要有果头巾 脚上仍然穿着鞋 不可蒙着嘴唇 也不可吃掉丧的东西 所以以西节就把神这样的话 讲给百姓们听 他是在早晨讲给百姓听 到了晚上 他的妻子就说 发生在以西节身上的这个事情 就像一个情景剧 就展现在百姓的眼前 痛在以西节的心里面 神就是要告诉以色列家 要把这个感觉活化在他们的面前 他要把这个圣殿回去的时候 就是你视力所能夸耀的 你眼睛所喜爱的 你心里所爱惜的 我把它拿走 就是这个感觉 神让以色列明白 他们这个感觉 是多么的伤痛的一个感觉 这是神对所拣选的先知 他们身上所要求 神不仅要这些先知们 把这些话语讲出去 更重要的 神让这些先知 与他心里面是感同身受的 我们非常感谢神 在我们新约的里面 我们有圣灵的工作 替代了先知教导我们的工作 圣灵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他仍然我们的神 知道我们的心意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想什么 但他更愿意 我们每个人和他有一个同样的心思 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中间 讲到耶利米因为他所讲的语言 都是负面的语言 所以他被当时的掌权者 不被这些人所接受 也被这些百姓们所排斥 所以他每天他讲 我终日成为笑话 人人都戏弄我 但是他讲耶和华的话 终成了我的凌辱几次 但即使这样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似乎有将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鼓中 我就还忍不住 不能自警 弟兄姊妹 同样的我们知道 在新约的里面 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讲到传福音的事的时候 他讲到我讲传福音 是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这是神愿意在我们心里面的感觉 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 在我们的心 在心意的里面 我们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完全有一个同样的感觉 就像说为着福音 我们有一个感觉 为着福音 我们心里面为那些没信的人 我们可以心里面好像有火在烧着 那么为着我们神的家 为着一个教会 我们有感觉 觉得这是我们的家 是我们弟兄姊妹们 可以相聚的地方 为着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也有感觉 就像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 说一个肢体受苦 那么众肢体就一同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 那么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所以我们我想这个感觉 就像说我们神希望我们 有一个感觉 为着祂的再来 我们有一个感觉 就像那个聪明的童女 我们常常警醒在神的面前 当先知耶利米 看着圣城耶路撒冷被毁 圣殿被焚烧 他的国民被掳走 他的国家灭亡 所以他自己先前的预言 一件一件的就发生在他的眼前 他就坐在那里 为耶路撒冷哭泣 他用泪水写了五首晚歌 就是我们的耶利米埃格 在埃格的一章一节里这样讲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 现在何尽独作 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 现在静如寡妇 在这些苦楚和幽暗的日子里 我想他仍然记喜了耶和华原来是那位慈爱的神 在黑暗过后 他赐我们早晨 所以他在耶利米埃格里讲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一样 我们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他安慰他的同胞 在幼年富恶 原是好的 换句话说 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受管教 我们能够回转 原来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 反倒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耶利米的身上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失望中间 耶利米走向了有盼望 在绝望的里面 耶利米仍然充满了希望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们 我们已经分享了 在耶利米在整个的 耶利米埃格的背景 耶利米在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景况的里面 在那个极其痛苦的情况里面 他眼泪汪汪 他心力焦脆 但是他向神敞入他的胸怀 可以倾诉他的自己的心里的感受 所以他即使在抱怨的里面 他仍然相信定睛于神的身上 相信他那是有永不止息的怜悯 相信他的诚实 他的信实是极其的广大 所以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在耶利米那个环境中 他充满了盼望 我们如今的情况 我们依然是要充满了盼望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耶利米的盼望没有落空 神的话没有落空 神是信实的那一位 所以弟兄姊妹从三月份到如今 我想我们在隔离的日子里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秋天 很快我们就要进到 这个一年一季的流感的季节的当中 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瘟疫仍然是非常的严重 疫情非常的严重 我们面前所面对的情况 可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到 所以我们很多的 我所知的高校 在教学安排的计划的里面 一直到明年的五月份 都不会恢复正常 所以在隔离的 在我们每一个隔离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 磨灭的过程 我们心里面一点点的耐心 我们心里面一点点的忍耐 好像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磨掉 而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现在经济的压力的当中 现在家庭关系的压力的当中 我们每一天的难处里面 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增长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觉得 已经精疲力尽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如何的面对 愿我们在思想一点点 压力尼在这样的苦境的当中 的经历的时候 能够给我们一点点的激励 无论我们在我们的体力上 我们在我们的情绪上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都可能有软弱 当我们觉得我们难以承受的时候 那么我们不要去在神的面前 还要假装美事 我们要向神倾诉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感受 就放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把我们的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沮丧 我们都倾倒在神的面前 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压力 就不再是我们所注目的 我们就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们心里就不再盼望 有任何其他的盼望 我们希望某一个强国可以救我们 希望某一个疫苗可以救我们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 还是所有的疫苗的有效性 还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特别的需要思想 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神分 我们是谁 我们的主是谁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 因为当我们看神分的时候 我们所看的 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他进到了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心思就有变化 那么我们越看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 我们越看我们所忧愁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忧愁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神 我们看神在祂的话语中间 记录神如何的安慰人 祂如何的医治人 祂如何的能平静那个风浪 我们相信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同样的 祂来平静我们生命里面的风浪 我们在人的面前 我们可以在弟兄姊妹们面前 有分享 我们彼此可以安慰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祂才知道我们情绪里面最大的问题 知道我们情绪该如何的恢复 所以祂知道 我们血信在我们在神的手中 祂的怜悯不致断绝 祂的诚实极其广大 所以我们知道 祂是我们的愤 我们仰望祂的怜悯 仰望祂的恩典 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求神在怜悯中 使我们得更新 让我们在祂的手中 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祂的荣耀里能够彰显 让我们那个信心 能够在祂的里面 会更加的坚强 愿我们仰望 那位是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我想在信息的末了 我们还是有两节的经文 和弟兄姊妹们 我想一同的共勉 一节经文就是 罗马书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以佛所诸3章16节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向起来 所以我们眼前的环境 我们的景况 我们周围的情况 可能让我们 非常的沮丧和绝望 但是我们要心里面 有盼望 让我们这位 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让我们能够有 超越环境的 平安喜乐的心 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让我们能够成为 心里面刚强的人 所以无论我们的前路如何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不与我们同行 无论我们当前的景况 如何的艰难 我们的心中 依然要大有盼望 我们相信 神依然是那个 在旷野中开道路 在沙漠中 开江河的那一位 愿神祝福祂的儿女们 愿所有的荣耀 都归给祂 好 我们一同挡道 主 我们何等感谢祢 祢在何等 不仅是在过去 主啊 在当今 祢依然把那恩惠的话语 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景况 主啊 我们在瘟疫的当中 在隔离的当中 我们每一家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每一家所面临的难处 都在祢的手中 就愿祢拖住 你自己的儿女们 愿祢把你自己的话语 再次讲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啊 你让我们成为心里刚强的人 我们可以面对我们面前 所面对我们的一切的挑战 感谢赞美主 愿祢祝福你自己的儿女 感谢赞美 宋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